來 5 4 3 2 大家好 我是張維靜 大家好 我是彭嘉瑜 歡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維靜 你有沒有想過啊 等你到了80歲 你會是什麼樣子啊 應該已經退休了 在家裡面過著悠閒的生活 對啊 很多人都以為 老人家就應該在家裡面想幸福 不過在台灣卻有一群爺爺奶奶 用實際的行動來告訴我們 即使到了80歲 還是可以擁有尋找夢想的勇氣 2007年 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發起了一個機車環島活動 帶領了17位平均年齡超過80歲的爺爺奶奶 完成了歐多拜環台的創舉 他們克服了老化身體的不適 器官功能障礙 用無比的毅力跟勇氣 完成了征服福爾摩殺的夢想 這個感人的故事還被拍成了紀錄片 讓我們見識到富老騎士的精神 哇 這些富老騎士真是令人佩服耶 沒錯 請看今天的新聞提要 市場賣菜不賣肉 設立孤兒院收容無家可歸的大象 每個星期天就是當地兒童的佛法星期天 佛教到底為斯伊蘭卡帶來什麼樣的善的力量 一起來看看 對很多爸媽來說 電視 電腦就是小孩的客後保母 不過什麼樣的影音內容 才能放心的讓小孩觀看 其實只要選對節目 看電視也能交出乖小孩喔 在中東加薩走廊的一間聽障中心裡 一場精彩的舞蹈表演即將粉末登場 一起來看看聽障的學生如何克服障礙 跳出自己的生命節奏 東方蜘蛛是香港 水都是威尼斯 汽車王國是德國 印度洋上的明珠 佳妤 你在學學念什麼啊 因為我們的社會作業 要我們列出世界各國的別稱 像是東方蜘蛛是香港 水都是威尼斯 但是這個印度洋上的明珠 我卻一點印象都沒有耶 印度洋上的明珠 我知道 是斯伊蘭卡 你怎麼知道 好厲害喔 因為斯伊蘭卡的外型 就像是在印度半島下的一滴類珠 鑲嵌在印度洋的海面上 而且說到斯伊蘭卡 就不得不提到西蘭紅茶 西蘭紅茶 他們兩個有什麼關係嗎 當然有啊 斯伊蘭卡的舊稱是西蘭 所以西蘭紅茶的出產地 當然就是斯伊蘭卡啦 哇 聽你這麼說 斯伊蘭卡這個國家好像真的很特別耶 好想趕快認識它 那有什麼問題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來認識 馬可波羅眼中的美麗島嶼吧 請看 星期天早晨 沒有慶典也不是特殊節日 小朋友們卻通通聚集在學校 因為今天是斯伊蘭卡兒童的佛法星期天 佛法星期天 顧名思義就是周日上佛學課 從幼稚園小孩到高中生 依照不同的年齡分級上課 這可是斯里蘭卡實行很久的文化傳統哦 原來斯里蘭卡人民 一出生就要接受佛教的五種戒律 開始上小學後 還得到寺廟裡學佛法 家長們長期捐錢給寺院 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夠從小接受信仰薰陶 養成良好的品行 我們有一年級到九年級的課本 教佛法的 所以第一個 一年級的那一本書裡面都是漫畫 漫畫裡面都像什麼 愛動物 你不能殺死 所以在漫畫裡面都 一年級的都開著他們 教要發慈悲心 你們要愛動物 除了具有慈悲心 佛學課還教大家 要尊敬父母 維持環境整潔 不知道小朋友們 喜不喜歡這樣的課程呢 我愛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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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好的觀念很重要 不過把心靜下來 禪修也是周日佛學課的重點課程之一 我愛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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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學生 是三位學生 今天我們做了 三位學生 練習 三位學生 三位學生 要好 三位擔任 三位擔任 四位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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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擔任 四位擔任 我們只會做實際的訓練 我們只會做實際的訓練 你喜歡學實際的訓練嗎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自己的訓練 學會打禪 學會做人處事的道理 斯里蘭卡的小朋友 都很喜歡上週日佛學課 因為這對他們來說 是一生壽用的寶藏 擁有6400座寺廟的斯里蘭卡 是個佛陀親自三度鴻法的佛教古國 對斯里蘭卡人來說 佛教不只是他們主要的宋教信仰 甚至對他們的生活也有很深的影響 像是佛教徒不殺生 所以在他們的市場裡只賣菜 完全找不到賣肉的攤販喔 猴子 鳥類 牛 蜥蜴 別體維尼來到了動物園 在斯里蘭卡 人與動物和平共處的畫面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在斯里蘭卡人之間 其實很多的斯里蘭卡人之間 都沒有救了任何物園 他們保護所有的物園 除了教導民眾愛護動物 同時也反映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像是當地的傳統市場裡 居然只賣菜不賣肉 我們這裡都沒有養雞 養豬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佛教徒都不敢 佛教舞界當中的第一屆 就是布莎生 為了遵守建律 學煮素食料理 可是斯里蘭卡婆婆媽媽們 很重要的功課 美味的素食晚餐 不但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 還有一種滿滿的幸福感喔 虔誠的佛教信仰 將斯里蘭卡人懷有 布莎生的慈悲心腸 人與動物和諧共存的其他景象 也反映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現在就跟我們一起到 當地最有名的大象孤兒院 一起來看看斯里蘭卡人 是如何愛護動物 並且利用象分來做成 環保又實用的象分紙吧 在斯里蘭卡的中央省 有一間很特別的孤兒院 院裡收容的孤兒 不是人 而是大象 因為人類快速開發 砍發森林 使得大象的生存空間受到影響 再加上當地內戰期間 又不少大象物彩地雷受傷 於是這裡就成了 一百多隻無家可歸大象的收容所 雖然現在安全無慮也不用發目了 但是這裡的大象並非整天無所事事 尋象師會訓練牠們 搬運木頭 表演給遊客看 對天清晨和傍晚 就是大象們最快樂的魯拉拉時光 泡在河裡享受相夫刷背 海一邊玩水 真是快活 所謂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趁著集體出獄時間 大象們當然也沿路留下了不少黃金 別以為這些排泄物沒有用 兩名來自英國的志工 準備把這些珍貴的便便 做成斯里蘭卡獨步全球的環保相份子 我自己和Helena 我們是一個公司叫AWF 是在Tenerife 是一個英國的公司 完全是非公司 原本是在Tenerife 大概17年後 他們會參與娃娃和鷹蜜 以及在世界各國的資金 世界各國的環保相關 我們來幫助我們來幫助 我們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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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的工作 而且可以幫助 人們的錢 所以他們會發生每天 他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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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他們會做得很大 我認為他們會做得到 做成一個品牌 做成一個貴賣的 貴賣的貴賣 貴賣的貴賣 用貴賣的貴賣 貴賣 用糞便做東西 不臭嗎 別擔心 只要把它們曬乾之後 如非一整天 最後再進行清洗和消毒 臭味就跑光光啦 主廣島的食品是月光花極的蝦 只要把蝦蝦 蝦蝦 蝦蝦蝦 蝦蝦蝦 蝦蝦 薮蝦 毘子 全部都是種植物 環保橡麩質使用的是75%的橡麩 和25%的回收紙 加上染料以手工匙紙湧平 幾秒鐘內就可以做出一張橡麩質 經過壓乾 釀乾的程序 純手工的相分纸就可以进行裁切 一点异味也没有哦 其实相分纸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肯亚的大象保护区 而斯里兰卡则是第一个把它量产的国家 虽然现在南非和泰国也投入相分纸的产业 不过斯里兰卡相分纸的外销产量 还是全球的No.1哦 所以对婴儿团的串度 如果我们用到半个串度的串度 有包括10串串的串度 来源充足 制造过程纯终工 完成品又环保 难怪斯里兰卡的象分子 能赌步全球 你是不是也很佩服他们呢 斯里兰卡人真聪明 竟然懂得用大象的便便做成象分子 这样不但很环保 也是一种爱护生命的方式 没错 看他们对大象的体贴跟照顾 真的令我好感动哦 就要是没有这座大象顾位院 这些无家可归的大象 可能就要从此流浪了 我想一定是因为他们的人民这么的善良 对于信仰又这么的虔诚 才会被马可波罗称为美丽岛屿 就读小学的徐家韵 原本是个脾气硬 经常跟妈妈顶嘴的小孩 不过自从对一件事情深深着迷之后 她不但改掉了顶嘴的坏习惯 还会体贴妈妈主动帮忙做家事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有这么大的转变 请看以下的报道 放学回到家 当别的孩子都忙着写功课 补习的时候 徐家韵却认真地看电视 更神奇的是 她边看还边和妈妈讨论剧情 看电视是家韵的休闲活动之一 不过以前的她 可不是这么爱看电视 尤其是 开始看爱台的时候 你 我讨厌了 不用问了 我就已经很讨厌了 我讨厌第一个节目 金石成语 我看不懂 我还拿那个故事诗 藏在那边投看 我妈来了故事诗 她做功课很多 我说如果你今天一直做功课 其实你头脑已经满了 好像每天的7.9的人间补体 也是短短12分钟 那12分钟你看一下子 也没什么嘛 过后你得到很好的那个 我们的心灵的那个 注射进去心灵的那种服药 你可以被吹走很久 很值得 原来妈妈帮家韵 精心挑选了几个电视节目 但是这番好意 对家韵来说 却太过于沉重 脾气倔强的她 不但经常反弹 还把妈妈的话 当成烦人的唠叨 以前我有一句话就是这样 你搞硬我就比你更硬 妈妈讲我一句话 顶十句话 有一次妈妈跟我讲 我在功课方面 我就 妈妈从房间走出去 然后我就想 然后刚好妈妈刚好进来 我就假假比手 是叫她过来 哭口婆心的妈妈 对上调皮捣蛋的家韵 母女俩的代沟一直找不到解决之道 直到家韵遇见了地球的孩子 都是在中国的啦 他们都是父母 因为很穷嘛 还有父母出去打工就对了啦 他们就是和弟妹啊 还有婆婆啊 他们在家 节目中真实的人物故事 让家韵深深体认到 有妈妈的孩子好幸福 要是看到妈妈 我都 要看到妈妈的 然后我每天可以这样 看到妈妈 还跟妈妈吵架 我以前 就是会一直骂妈妈 一直骂妈妈 现在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 而且就算你骂她了 等一下 你妈妈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觉得哎呀很惭愧啊 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 家韵决定用实际的行动 来表达对妈妈的爱 第一步就从坐驾室开始 因为我妈妈最近 她的手敏感啊 弄水这么痛 我妈妈就身体比较 就是背后痛啊这些 然后她就 拿东西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嘛 要蹲上蹲下 然后我还想要OK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帮妈妈做 坐姿态 家庭先弄到 哪个 人家好干的 从那边 从那边 回过去 回过去 下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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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虽然只是小小的改变 看在妈妈眼里 却感到无比欣慰 而且自从家人成为 大爱台的忠实观众之后 不但改掉了原本倔脾气 爱吃肉的她 也因为看了时工上员的开示 决定开始吃素 因为就是从菩提醒药开始 我才有 有想要素食开始的 每天吃肉红好像不对 因为刚好她有 那种杀声啊 大鸡以前我一直在喊 所以我想到他们也是众神来的 也是很可怜 说不吃就真的不吃 家运辱素的坚持 让妈妈赞叹不已 她以前说 我嗅到香味 我就会说 我一定要吃 尤其是炸鱼 要她吃 现在她讲不敢 她讲她怕因果 好像爸爸跟她讲 虾饼好吃 她讲不要 她就先拿佛祖 对着西方三圣 她讲你 你指引我一条路吧 指引我一条路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我一定要战胜今天 结果她战胜 讲妈咪 Yes 我今天战胜 家运良善的改变 让妈妈看见了 媒体深厚的影响力 其实小孩爱看电视 并不是坏事 只要选择正确 不但能为他们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还能让亲自感情加温哦 听不到音乐 要怎么感受舞蹈的节奏 失去听义的小朋友 真的得一辈子 活在安静无声的世界里吗 在中东地区的架杀走廊 有一间听障中心 里头的孩子 透过学习舞蹈 活得跟正常人一样精彩 请看一下的报道 走廊上 一群舞者正为了登台表演 做最后的彩排 看他们整齐花衣的舞步 你可能很难想象 其实这些女孩 全都是听障身 这里是加萨走廊南部的庭障中心 自从1995年成立后 收容了350位年年6到15岁的 庭障儿童跟青少年 平常中心里除了教舞蹈 还包括运动 艺术 音乐和戏剧 希望借由各项才能的学习 让他们更适应社会 练习了这么久 传统的阿拉伯民间舞蹈 终于准备粉末登场了 It's the show time 虽然听不到音乐 但是他们的演出 一点也不输给专业舞者 表演精不精彩 看台下观众专注的声情就知道 对人难闷的是 因为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要如何打牌子 同意打下的步伐跟节奏呢 原来老知是透过手语 来跟所有人沟通 并且用手术或是拍摄的方式 让每个人的节奏整齐划一 甚至在排练舞蹈时 还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 带领着大家逐一练习 难怪同学们能这么快进入状况 真是辛苦了 因为感受到老师的用心 同学们学习时 不但认真投入 有的小朋友甚至还因此立下了一个大大的心愿 看到小朋友们精彩的表演 充满成就感的快乐神情 谁说身心障碍就注定了人生一辈子是黑白色的呢 其实只要用心不放弃 一样能在无声的世界里 享受生命的美好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时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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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